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們看104學測的第七題 題目說,坐標平面上,在函數圖形y等於2的s次方,標示abcd四個點 其中,s的坐標分別為-1,0,1,2,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我們先去做圖並標出那四個點 做出來的圖,長得像這樣 接著我們來看A選項 A選項說,點B會落在直線ac的下方 我們觀察一下函數圖形 我們發現指數函數的圖形是一個凹向上的圖形 我們將ac連線 可以發現我的B點的確是在ac線段的下方 所以A選項是正確的 接著看B選項 直線ab、直線bc、直線cd中以直線cd的斜率最大 我們已經有點坐標了,我們根據點坐標來計算我們的斜率 ab的斜率算出來是1分1 bc的斜率算出來是1 cd的斜率算出來是2 的確沒錯,的確沒錯,cd的斜率最大 所以B選項是正確的 接著看c選項 c選項說 abcd四個點 以點B最靠近s軸 我們看一下圖發現,應該是點A才對 所以c選項是錯的 接著看d選項 d選項說,直線y等於2x與y等於2的s次方的圖形 有兩個焦點 有兩個焦點 一樣我們看一下圖 我們發現這兩個函數會焦在c與d這兩個點 所以d選項是正確的 最後看到1選項 1選項說,點A與點C對稱於y軸 我們發現 點A在y軸的對稱點應該是1 2分之1 而不是1 2 所以c選項是錯誤的 本題的正確答案為abd